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今天艳阳高照 咱们酒店迎来了一对新人 其实我们酒店每一年要举办很多场的婚礼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这对新人特别特殊 怎么说呢 这对新人是我们老板的侄女 所以说今天我也特意的早点起床 来把这些所有的事情给他安排好 咱们的工人也在按部就班的忙碌着 咱们一会儿去看看新郎和新娘 今天的新娘非常的漂亮 新郎很帅气 跟着我的镜头出发 我们来做个采访 看看今天他们有什么感受 小朋友看我这里 来准备好 来准备好 1 2 3 等我笑一下哟 看妈妈 再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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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去砍他 拥抱哈 跟妈妈拥抱哈 叔叔砍他们的心 叔叔在这边砍他们的心 今天呢 今天我们的主角 我们最幸福的新娘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今天采访一下 是不是有点着急的等待那个新郎啊 是的 是的是吧 很紧张 很紧张 刚刚那个跟那个她爸妈 然后合影的时候 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 到时候我看了我姐姐 我觉得我眼泪我也快掉下来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非常非常的幸福 然后今天 咱们的新娘的话 有什么想说的话没有啊 我很感谢我的亲戚朋友 从远道而来 参见我的婚礼 我非常开心 对在这说了肺腑之言 确实是这样子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嘛 人的一生就是 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莫过如此了 最开心的时候也莫过如此 我觉得怎么说呢 首先吧 恭喜我们的新娘 还有我没看到新郎啊 新郎是非常帅气的 我看到了 恭喜你们 祝你们早生贵子 谢谢 永结同心 嫁给我 你看吗 谢谢你 你短了太久了等这一天 你辛苦了 我爱你 以后饭谁做 你做 哇 新郎官你是哪里人 我们云南 红河 红河州 弥勒市 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 估计说红河烟 估计大家会有所了解这一点 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九年 九年 第十个年头 我们在大一认识的 我们现在 我们二十岁认识的 二十的 现在二十九岁结婚 我们很多故事 对 可以说不完 如果是慢慢聊的话 真的聊不完 还记得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六一的前一两天吧 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了 然后她的朋友要开一个演唱会 就是学校的一个社团的演唱会 然后就正好租了一个 那个 借了一个投影仪 投影仪 但是没有声音没有音响 但是我的好朋友他有音响 然后她的好朋友 找我的好朋友借音响 说顺便看个电影 因为还在前一两天就借了嘛 所以一起看电影 行 那我的好朋友就带着我一起去看电影 那天正好她好朋友的摩托车 那时候在学校是骑摩托车 摩托车坏了 就让她来接我们 让我来接的 然后她就来接着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 等她一下车一站起来的时候 哇塞这个男生好高啊 然后就问她你有多高啊 然后她就说她有一米八几 哇塞 然后那一眼就比较喜欢吧 所以后面看到她我就很 就你喜欢一个人 你看到她你就会很脸红 就会不好意思 而我对于这一点的话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平时接触的女生的话 就我们都爱玩的男生的话 肯定是基本的 都是大大咧咧的 跟你成形道地的那种是吧 反而她的这种 她的出现她的脸红 让我感觉 哎 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子啊 呵呵呵 所以就当时就比较那个 对她的话就比较留意吧 那些东西来说 这些东西来说 真的就是工作的 对一部 真正的 上一部 挺对的 就是工作人口 她和一部 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 那么这次在学校的学校 一家里 二家里 心想的心 嗯 这个要洗烟必须得臭吧